每一天都在冰箱上冰一冰 要么就在这里我得了 你像香葱们闷了我得了 夏天我家经常会凉拌一个豆腐 拌豆腐的辅料也会多种多样 今天就用一个皮蛋和香葱芽酱 拌起来简单很方便 而且吃起来非常爽口 山东林医的香葱芽酱 两种口味 这是香辣味 这是原味 两种口味配料都是非常干净的 一瓶净重200克 香葱芽是比较稀有的树上蔬菜 一年一几也有很好的营养 用香葱芽拌豆腐 基本上不需要加什么调料 放了两勺多一点的原味 再放一点香辣味 拌匀及时 喜欢口味重的还可以加点鲜酱油 再用毛豆子豆腐干胡萝卜 用香辣味春芽酱炒一个菜 油锅五六成热 把葱白倒下去煸香 把毛豆子倒下去快速煸炒 加少许盐 翻炒炒匀 马上加少许清水 这样毛豆子不容易发黄 把焯过水的胡萝卜丁和豆腐干一起倒下去翻炒炒匀 倒入两条根的香辣味香葱芽 翻炒炒匀 加清水 盖锅盖中小火烧五六分钟 炒干水分 毛豆子和葱芽酱有特殊的鲜味 胡萝卜有点甜味 又腺豆腐干软嫩 吸煮了它们的汁水 所以这道菜非常的好吃 这道菜就继续 老五百了 这道菜都不够 那个泥豆小仅吃了 老好吃了 那么各菜对吧 可以开车就吃了 各菜是讲这个名贵菜的 春季干的小吃了嘛 新鲜的对吧 要十几块一两 等一百多块一斤了 阿拉伯素都麻了 这个夏天因为有了乡村芽酱 我们的餐桌更加丰富多彩 谢谢观看